现年32岁的威塔斯因依据高难度的割据而成名 凭借其极具特色的海豚鹰成为全球瞩目的流行歌手 然而近日在经历一场备受争议的交通事故之后 威塔斯遭遇了其心的人生转折 更糟糕的是俄罗斯调查委员会5月24日的报告表示 依据有关法律条款 以对当局代表使用暴力的罪名对威塔斯提起刑事诉讼 如果罪名成立 它可能面临最高10年监禁 而在此之前 俄罗斯警方已经以试图谋杀他人的罪名对威塔斯提起刑事诉讼 本月10日傍晚 威塔斯驾车行至莫斯科东北部的全俄展览中心附近时 撞上一辆自行车 造成骑车的28岁女性受伤 这名女子说威塔斯停车后用手枪威胁她 经警方调查 威塔斯当时持有的是一把仿真手枪 目击者称威塔斯当时可能处于醉酒状态 但她拒绝接受酒精测试 威塔斯随后对赶来的警察进行辱骂和殴打 甚至用脚踢警察腹部 莫斯科警方此前表示 他们将向俄罗斯侦查委员会提交 威塔斯辱骂和殴打在场警察的细节材料 除此以外 莫斯科内务管理总局称 警方同时怀疑威塔斯使用假驾照